夏天要和阳光玩游戏 防曬当然不少得 减防曬除了看数字 还要懂得分物理型和化学型 以免皮肤敏感 物理型防曬就像膜 它塗在皮肤外面 其实它就已经有一个装置 将这些UV石线就可以反射走 如果防曬产品上 里面有列名Physical或Mineral 都属于物理型防曬 主要成分是氧化身和二氧化态 而且质地较稠和厚 塗完之后明显会见到皮肤白了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化学型防曬 化学型防曬本身是利用分子 和UV的一个光学化学反应 令到可以将这些有害的UV石线 转化成为一些无害的光线 又或者将它转化成热流 从而将UV的伤害减到最低 化学型防曬的种类是多很多的 你看到很多这些不同的名字 它透过它这个分子 是可以和UV产生一个光学的化学作用 而令到UV的伤害就可以降低了 和物理型不同 化学型的防曬质感较轻 擦完之后皮肤依然干爽 不会油腾腾 物理型防曬质的质地是比较稳定的 它不会让身体有什么吸收 选得到用得到的一般 我们都是用一些物理型防曬 这个就是过敏的机会比较低 和身体的适合性不会比身体吸收 相对来说会比较安全 大致上分为三类 是Lotion Cream 或者一些比较厚的防曬膏 另外就是一些噴霧性的东西 很快脆 第三类就是一些棍子 像粉笔般玩 最上用的 亦都可以用到效果是最好的 亦都要最多的临床实验 可以告诉大家 为何防曬可以防止 皮肤的灼伤 老化和癌症 都是在用回刚才说的第一类 Cream Lotion 或者防曬膏这类的茶 在皮肤里面是可以最均匀 和份量可以有最严格的管制和指引 很多时候大部分的人 其实不是很足够的 我们很简单 如果做Spray 很简单 可能对着身体 刺 便已经出门口了 但我们发现 如果真的要用Spray 用得好 是要自治到皮肤濕濕的 然后再推开之为之好 第一样是均匀保护性 和医学上的标准性 第二样是Spray 它本身会添加一些物质 令Spray得更加均匀 Spray得更加漂亮 这些很多时候可能会易燃 可能会着火 如果你有火源或处理不好 你带上飞机也有严格的管制 第三样是Spray的时候 其实你很容易会有眼睛或面部 那些也要很小心 Spray是很好玩的 我想带出一件事 很多时候小朋友来说 茶防晒是全世界都没有人关注的 其实我们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在皮肤受到UV伤害 其实是由小一路累积到大 大家是存钱一样 但是存钱一样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 但用Stick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和小孩子玩井字游戏 我们画个井 然后玩完游戏 画完公仔之后 我们再推开这个防晒物品 其实跟小朋友有相处 这是一个挺好玩的工具